STEP BACK 3 POINT SPLASH STEP BACK 3 POINT SPLASH LOKO SHINE LOKO SHINE 除了特壞之外的球員都已經擺上了第二題隊 國王今天是留了林書瑋跟慕倫斯是身發球員 特壞打到現在才是今天的第一個FILL GO 對面已經有得分的機會了 但是慕倫斯並沒有 還沒有過半場 這時候這一招給特壞 HIGH FLYER 又是一次的轉換快攻 看看哪一隊的板凳深度夠強 特壞現在跟小命兩個人對位 這球是在前面就已經享受了 前面的一個出手的肢體接觸半球 我想他們也非常清楚知道 要怎麼樣去 HANDOFF 球交 再回到特壞 轉身 勉強出手 自投自強 又造成了一個出手的犯規 因為進攻時間快來不及了 是 先減線再選擇 因為在外線的一個防守 不管是在做特壞 不好出球 特壞 前場面對林金榜 都沒抓穩 林金榜現在防守對方會有壓力 但是AB 這個要當三名工程師的球員 站在同一邊 不知道頭頂上面就是籃框 再來 再來 3分球 少列上來最後表現 這個要暫停了 在外圍攀帶 5秒鐘 柯懷可能要自己處理掉了 3分換球 賣犯規 再按享受 哇 這球居然換到換盔了 5比42 13分差距 柯懷直接找3分 哇 哇 柯懷真的非常聰明 在做到這樣的一個工作的時候 想要試圖的跟球員有更好的一些溝通的管道 那我想 語言 我想這是最直接的 這是楊敬明在手的特壞 阿銘 過底線 賈翁鎮沒有機會 往外找麥寧高 麥寧高挑個位置再同 比倒極 高狗好往前推 特壞 又是一次的轉換 拉單邊 好 蘇世倩 很壞 單打玉王非常強 能夠找到一個抄球的時間點 那剛剛這球也差一點的抄到了 好 還猜看好球 這球非常的有guff 所以雙方各打50大板都沒來 台數分差8-3比78 不過這次 哇 阿銘似乎是開那個範圍 十二個打球 真的 這個只要 李嘉遠開後門沒有機會 交給特壞 就想隔扣 所以如果沒有要快出手的話 可能就打穩了 是 班鈴似乎拿球 開始咻 有 班鈴似乎養足體力 不要急 超人要快